放上甜蜜合照 周星哲開心的向大家宣布 塔當罷了 才在2022年10月份 公開和主播趙貞欣求婚成功 時刻不到半年 周星哲開心的發文表示 自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 因為不僅有個最棒的妻子 更即將有一個寶寶來臨 公開喜訊後 基金人也回應 其實小兩口2022年 就已經低調等計結婚 贏賴寶寶是計畫中的事情 而自曾公布求婚成功後 周星哲也時常在訪問中放閃 我原本想講一串話 一串臉的話 但最後發現我會要準備要哭了 所以最後就很簡單的跟她說 就很愛她 然後就願意嫁給我婚蛋 有說明天紅毯的時候 要帶妳的幸運嫂嗎 因為我是基督教 所以我就是希望耶穌可以 有她的安排 我是她的幸運運 對 可以這樣說 對 那妳的未婚妻有沒有 甜甜就跟你講說 就知道是妳了這樣 肯定有 對 對啊 眼抱輕輕都有 喔 還有 還有 還有別的嗎 老闆一吃 老闆一吃 還是妳有想要買什麼 領先送給自己 我已經買滿多東西可以吃 最近要存錢 對對對 喔 存錢 老婆本 老婆本嗎 沒有 最近要這個 存房子的錢 新房對不對 婚房 新房 可是妳有就是特別希望 就是在婚禮之前 不要有小孩這樣 也沒想那麼多耶 順其志 順其志 可不可以已經 可不可以你現在 一直跟我們講好消息吧 對 恭喜 可不可以 沒有 今天就有金馬 是 其實 今天就有金馬 現在真的可以恭喜了 近年來周星哲 不僅感情順利 工作上也奪下 第59屆金馬獎 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 如今又即將迎來 一個新生命 真的是事業愛情 兩得意 WANTURE 中文節報導